每年10月31号晚上的万圣夜 都是北美孩子们最喜欢的几日之一 到了那天孩子们有机会 搬装成自己心目中最向往的人物 拿着个大袋子 挨家挨户光明正大的敲门药堂 然后带着自己的战利品 一大袋子糖和巧克力回家的时候 把糖网垫上那么一摊 和兄弟姐妹们互相炫耀自己的劳动果实 那份开心嘴都可以裂到耳根上了 今年因为疫情的原因 避免麻烦就取消了开门发糖这件事 正好可以到社区里走一走 在安生业当夜 去周围布置的最有特色的几个人家门口看看 这气氛是不是有点电影恐怖片的感觉 不少家庭在这天到来之前就开始装扮房子 营造那种恐怖的气氛 这时候也是大家充分发挥想象力的时候 把看过的恐怖片和想象中的各种恐怖场景 自己动手在院子里做出来 到了万圣夜那天 亲戚朋友还有家人都重当演员 给药堂的孩子们带来惊喜和惊吓 其实万圣节和万圣夜是有区别的 万圣节也叫诸神节 是基督教的节日 日期是11月1号 而现在大家庆祝的11月31号万圣夜 应该不是宗教的节日 万圣夜呢 它来自于不列颠开尔特人庆祝丰收的传统节日 开尔特人相信10月的最后一天 是秋天的结束 冬天的开始 也是一年中最重要的标志 他们称它为死人之日或者是鬼节 他们相信这一天各种恶会出没 死去人的灵魂可能会离开阴间 到世间拜访亲友 所以这一天的晚上就特别的危险 为了吓走邪恶的鬼魂 卡尔特人会戴上面具 这样一来就形成了万圣夜活动的起源 古时的爱尔兰人认为 10月的31号到11月1号 亡灵会回到人间 所以有习俗 生者穿上提装衣服 游行驱轨 那时候欧洲大陆也有为亡者布施糖果的习惯 而接受者就回答为亡者祈祷 于是就发展出了孩子们到各家索要糖果的习惯 后来随着爱尔兰人和苏格兰人移民 在19世纪将相关的习俗传到了各个英属殖民地 比如说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等 20世纪末 其他的国家受到美国文化的影响 也开始庆祝万圣夜了 万圣夜的主题就是 鬼怪、吓人 以及死亡、魔法、怪物等等有关的东西 Treat and Treat 不给糖就捣乱是万圣夜的主要活动之一 这主要流行在英语世界 比如说英国、美国、加拿大等等地方 孩子们会扮成各种小伙儿 挨家挨户地敲邻居家门 大喊着Trick or Treat 主人呢可能就穿上恐怖的服装 拿出糖果、巧克力等小礼物 招待孩子们 这个节日虽然源于西方世界的传统节庆 但事实上西方基督徒对这个节日的看法存在着很大的争议 宗教上认为鬼怪和魔鬼有关 因此较为明白传统的西方人一般是不鼓励参与的 随着世俗化的影响 大部分西方人已经不再强调传统的色彩 而只认为它是一个娱乐的日子而已